公司股票大涨当天,妻子当着全公司的面说我吃软饭不作为,要我把总经理的位置让给他白月光,我看着他瞧不起不屑的模样,彻底死心,苦笑道,我在这个位置做了七年,确实该休息休息了所有人都以为我在和柳如烟赌气,劝我三思,放着浩海集团的孤业不当,肯定是气疯了,可他们不知道,浩海集团能有今日,全靠我操盘,所有核心技术都掌握在我手中。 离了我,这个公司就是个空壳,一盘散沙,就在签完离婚协议的一小时后,浩海集团股市崩盘,柳如烟即将负债累累,让我们掌声欢迎浩海集团的大功臣领度,没有他,就没有浩海今天的成就。来,让我举杯一同庆祝,我将在庆功宴门口,看着柳如烟轻易地拉着他白月光的手臂,满脸笑意,两人身穿情侣装,家偶天成,看得人十分羡慕。 所有员工纷纷送出祝福,起身敬酒,确实,林总一来,公司的业务直线飙升,股市更是达到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高度,希望以后林总能带领我们更上一层楼宴会内有说有笑。 我只觉得自己这些年活得很讽刺,手里握着的戒指盒顿时像个笑话。今天公司的业绩创了十年来的新高,柳如烟告诉我,他想借今天庆功宴当着全公司的面公开我俩隐婚七年的消息。 听到这个消息,我内心又激动又期待,一大早就开始准备,做头发,造型,挑选西装。 兴致勃勃地到宴会现场时柳如烟却说,他把戒指落在家里的沙发上,这个戒指是他特意为我买的,也是我们第一款情侣对戒,彼此都很在意。 但宴会即将开始,我只好先让他回现场主持大局,我回去拿,没想到回来后却看到他和另一个男人恩爱的画面,戒指是他支开我的借口,他是想让他的白月光代替我的位置。 两人进完酒后,零度抬头看向站在门口的我,笑着打招呼,齐哥,这么重要的日子,你来晚了,自罚三杯,他熟络得像是浩海集团的男主人招呼我这个客人,说着就倒了一杯酒递给我,丝毫不怯场。 可他不过是才入职一个月的新人,连试用期都没过。 能这么和我这个总经理说话,就是仗着由柳如燕这个总裁给他撑腰,见我没接他手中的酒,零度十分尴尬,委屈巴巴地回头看了身后的柳如燕一眼。 他立刻上前一脚踢在我的膝盖,发什么呆,给你敬酒是给你面子,赶紧接了,迟到本来就是你不对,该罚。 是不是在总经理的位置上坐太久,忘记自己的身份了,要是不想干就滚蛋把位置让给领度自嘲地笑了笑。 就在前一小时我还在幻想以后终于不用地下链,可以光明正大在公司牵柳如燕的手,现实却狠狠给了我一巴掌。 其实柳如燕刚刚踢的力气并不大,我却疼得身子发抖,眼眶心红。 十年前我刚和柳如燕在一起,他说为别人打工永远都拿死工资,不想干。 因此我辞掉工作,拿出所有积蓄,创立公司,让他做老板娘。 公司发展期间,我出去跑业务,拉项目,喝酒喝到未出血。 这样的日子我过了五年,公司才逐渐步入正轨。 短短七年,我把公司干到上市,这期间柳如燕什么都没有做,天天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新闻。 都是我在他身后帮他看合同,替他出谋划策。 以前他还会说句老公辛苦了。 直到他的白月光出现,帮他看了几个合同,提了几个不痛不痒的建议,他就觉得零度可以剃掉我了。 真是可笑。 以他们俩半斤八两的配置,公司不出几个月就会崩盘。 我心痛地看着柳如燕,从零度进公司那一刻开始,你就想换掉我了,是吗? 他没说话,可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恋爱三年,结婚七年,从二十三岁到三十三岁,整整十年勤奋,比起他的白月光原来如此不堪一击。 我忍着疼,苦笑道,在这个位置坐了七年,确实该休息休息了。 零度嘴角勾起一抹难以察觉的微笑,却还是被我捕捉到了。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挠头,起哥,其实我不在意什么总经理的名头。 只想为公司做点贡献,带大家伙赚钱,刚刚刘总是在和你开玩笑,你别赌气柳如燕不屑地轻哼了声,谁在和他开玩笑? 零度,你的能力大家都有目共睹,既让他都承认自己不能胜任总经理的位置,你就好好干。 我相信你,一个留学生难道还不如他这个国内本科毕业的吗? 柳如燕每次说零度是留学回来的就一脸自豪,我不明白他这种崇洋媚外的思想是哪来的,国内大学怎么就比不上国外留学生? 更何况零度在国外上的不过是个野鸡大学,一个草包也就他当个宝。 他安抚零度坐上总经理的位置不要有心理压力,有任何事情都有他在前面担着,紧接着就开始宣布, 各位,顾其这些年胜任总经理这一职位始终让公司在原地踏步,他已经给公司带不来任何价值,经我深思熟虑决定从今天开始, 由零度胜任这一职周遭大概安静了三分钟,柳如燕醋眉,自顾自地开始鼓掌后底下才响起雷鸣般的场声。 他是真的忘了,现在甲方公司的所有项目负责人都是我的人脉,公司如今赚得多了,已经让他迷涉自我,认为在办公室喝喝茶前就能进他的口袋。 二,我看着手中的戒指盒,直接扔在零度脚边,光总经理的位置是不是有点委屈他了,要不这个盒子我也送给他。 二,煞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地上的锦盒上,似乎都在好奇里面是什么东西。 柳如燕眉头微醋,自从我俩在一起,我事事都顺着他,还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搏过他的面子。 顾琪,你长本事了,这么重要的东西你说丢就丢。 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葱柳如燕脸上看到了愤怒。 明明是他一手安排的我让位,这会儿又露出这种表情给谁看。 他不是喜欢零度吗?我不仅让总经理的位置还把他也让出去。 他这会儿心里应该偷着乐才对,没了我的阻碍,他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 零度身子一顿,站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 启哥,我是真的不在乎什么位置,你是不是生气了? 你别生气,我回头和刘总好好说说,位置我不要,这个里面的东西我也不能要,如果接了,以后大家会知道被把我当成什么人啊。 他一边说一边弯腰将地上的东西捡起来递给柳如燕,而不是我。 看来我和柳如燕之间的事,他全都知道,连里面的东西他都一清二楚。 柳如燕捏紧锦盒,看了我一眼,笑着把戒指盒塞进零度手里,既然他送你了,你就接着顾气我告诉你,既让东西都送出去了。 以后就别哭着求我给你买我自嘲的摇了摇头,其实我一直想买钻戒,当初和柳如燕商量过很多次都被他已在公司太招摇给拒了。 就连现在这个戒指也是我提过好几次,他好不容易松口给我买的,确实算我求来的。 所以柳如燕说出这样的话并不奇怪,柳如燕这话一说出口,零度也不客气,直接塞进口袋。 顾琪,以后你就是零总的助手,零总。 助手? 真可笑,以我顾琪的能力给他当助手。 柳如燕明显是要踩着我给零度在公司立位。 既然我已经卸任,浩海集团不需要我了。 里面的员工自然也和我无关,有如燕听出我的言外之意,脸色变得铁黑,没理会,立刻转移话题,顾琪。 别闹了,赶紧进来和我们一起庆祝零度为公司创造的成功,他还真是一句话都不离零度。 甚至把公司现在的成功都归功于他。 齐哥,你都耽误大家这么长时间了,有什么事明天去公司再说,先吃饭,不要恶着大家两人一唱一喝。 我看着胃里泛起层层恶心,哪里还吃得下饭。 我站在原地没动,柳如燕见状,转过身拉着我的手就把我往里带,硬生生摁着我的肩膀让我坐在位置上。 而他绕过我和零度坐在一起,赶紧吃吧,平时你都没时间参加公司的聚餐,好不容易来一次。 别板着一张脸,好像我们都欠你百八十万一样,我根本不是没时间。 而是每一次公司聚餐庆祝他都挑我出差的时候,导致我每一次都赶不上。 现在倒打一耙怪上我了。 他说话的瞬间,零度转动面前的圆盘,将一盘额肝转到我面前。 齐哥,这是刘总特意为我点的,味道很不错,你也尝尝我和柳如燕一样从来不碰内脏,他是知道的。 可他不仅不帮我说一句话,还任由零度劝我吃下去。 我没动筷子,和零度暗暗较近,僵持不下。 柳如燕突然转动转盘,我以为他是在替我解围,下一秒一整盘鹅肝都被倒进我的餐盘里。 吃一块又不会死,顾琪,你到底在矫情什么? 跟个娘妹一样磨磨叽叽,让你吃你就吃。 三,我用筷子夹起一块鹅肝,柳如燕看着我的动作笑了笑。 反正都是要吃的,非得给人白脸色他转身准备回自己的座位,我猛地站起来拉着他的手腕。 柳如燕回头一脸差异地看着我,就在这时我直接将筷子上的鹅肝送进了他嘴里。 舌尖刚碰到,柳如燕就受不了这个味道吐了出来。 顾琪,你脑子有病,我们一起共事这么多年,难道你不知道我和你一样不吃内脏吗? 柳如燕说的是一起共事而不是结婚这么多年,到现在他还是想隐瞒已婚的事实。 是吗,你也知道我不吃内脏啊,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 柳如燕脸色顿时变得煞白。 其实以前的柳如燕并不是这样,他会维护我,也会照顾我的感受。 我第一次见柳如燕是在书法社团的基地里,彼时的我刚拒绝一个女生的表白,离开时发现书包落在基地。 回头拿走到门口发现被我拒绝的那个女生正在我另外一个女生编排我,也不知道顾琪有什么好拽的,不就是成绩好点,长得帅点吗? 谁不知道他家和穷鬼一样,连上学的费用都是省吃俭用打工换来的,我看上他,是他高攀了我, 他还不领情拒绝他知不知道我一个包就能抵他好几年的学费里面的话越说越难听,我正准备进去。 柳如燕突然闯入我的视野,他当时看那个女生的眼神像是在看垃圾一样。 你知道顾搭校草为什么不喜欢你吗? 女孩一脸好奇地问为什么? 你见过有人喜欢人渣的吗? 你。 女生气得脸色通红,刚仰起手准备打他,被我拦住了。 我拿起书包,拉着柳如燕的手就往门外走,走时还不忘朝他说了句,刚刚确实是我拒绝的委婉了。 这位同学说得很对,我很讨厌人渣柳如燕当场笑出了声。 后来我们逐渐熟悉,我问他当时为什么帮我,他说只是看不惯那群女生随意诽谤一个人。 大学时的柳如燕明媚地像的小太阳,然若一束光把我从自卑的泥坑里拉了出来。 随着彼此之间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他。 直到某个周末,我联合他室友打算将他带到校外表白。 在网上做了很久的攻略,选了出排行第一的表白圣地,周围布满了他喜欢的鲜花。 从白天等到晚上都没等到他到来。 后来回到学校,铺天盖地他的消息传来,他和公子哥林渡在一起了。 那时的林渡家里还没破产,在学校里靠着爸妈小有名气。 为此,我还消沉了好一阵,不过最后还是送上了祝福。 毕竟喜欢一个人并不是自私地要将他占为己有。 令我没想到的是,好景不长,林渡家里好像出了点意外。 他举家出国了,连分手都没来得及说。 从那以后柳如烟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明媚,每天都愁眉苦脸。 我想试着去开导他,可他却哭着骂我,你滚,你知道林渡带我吃的都是什么吗? 你用这几个狗都不吃的破包子打发乞丐呢? 我不明白,明明他和林渡没在一起以前,我们经常在一起吃早餐,聊梦想。 现在,好像什么都变了。 我开始努力赚钱带他去吃好的,玩好的,买好看的衣服,他才一点点从林渡的阴影里走出来。 后来我和他在一起了,他不想上班,我就拿所有的钱帮他创建公司。 眼看公司越做越好,柳如烟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 我以为我能一直守着他,直到一个月前林渡回来了。 柳如烟一见到他连眼神都变了。 为他安排工作和住宿的地方,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亲力亲为。 仿佛当初伤他至身的人不是林渡一般。 在柳如烟的心里,我永远都不及林渡的万分之一。 齐哥,你怎么能这么对柳总? 全公司的人都在这,你也太不给柳总面子了。 林渡一句话,我从恍惚中缓过神。 我早该明白,柳如烟真正喜欢的人不是我。 顾琪,你今天必须给我道歉。 我为什么要道歉? 我说了不吃,是你非要逼我。 柳如烟被我的话气红了眼,自从和我在一起,他也算得上顺风顺水。 做上浩海集团的总裁后,别人对他更是恭恭敬敬,应该好几年都没人敢这么和他说话。 你要是跪下来和我道歉,哄我开心,你为我吃那恶心的东西,我可以既往不救,否则。 他顿了一下走到我身旁,小声地在我耳边说了句,否则我们就离婚。 我们在一起十年,林渡没回来之前,他从未提过离婚。 他回来仅一个月,这是柳如烟第十五次和我提起了。 刚开始我是真的很害怕他离开我,次数多了,现在柳如烟说出口我竟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或许离婚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被困在一段不爱的婚姻里,只会消耗自己。 见我不说话,柳如烟以为这次和以往很多次一样用离婚震慑到我了,笑着开口,想好了吗? 想好赶紧给我道歉。 好,那就离婚我声音高昂,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 大堂内瞬间炸开了锅,听到顾总刚刚说什么了吗? 他说离婚。 顾总和刘总什么时候结婚的? 我一直以为刘总和灵度是一对呢,都要分开了。 这段在柳如烟看来见不得光的关系,总要抬上来见见光。 这关系真乱啊。 柳如烟顿时慌了神,拉着我的手就往厕所的方向走。 满脸愤怒的质问,顾琪,你什么意思? 非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将事情闹打? 是我要闹吗? 离婚是你先提的。 我不过是顺口答应柳如烟被我对的半句话说不出。 这时,灵度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齐哥,离婚那么大的事可不能开玩笑,开玩笑。 我和柳如烟可不一样,我说离婚就一定会离。 我拿出手机给好友拨了通电话。 秦燕,你帮我准备份离婚协议。 弄好后,送来云和酒店柳如烟不紧不慌,还不懈地对我嘲讽道。 都当着我的面延起戏来了,你舍得和我离婚吗? 你忘了当初我和你提离婚时,你是怎么求我不要的? 因为这些年我给他的爱实在太满,才会导致柳如烟在我面前有恃无恐。 就连灵度,也是满眼看不起我的模样。 齐哥,你靠刘总养着,放着好好的浩海集团顾业不当, 何必惹他不开心,如果是因为我今天抢了你的位置, 我可以道歉柳如烟将灵度护在身后。 这件事和你没关系,我倒要看看今天这婚他敢不敢离。 顾其我告诉你,今天这婚谁不离,谁是孙子, 他的话刚说完亲眼的离婚协议就送来了。 我二话不说,拿起笔在上面签完字递给他。 柳如烟不可置信地愣在原地, 他看着我白字黑字上面的签名,才意识到, 我说的离婚不是开玩笑。 怎么?你想当我孙子? 柳如烟气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好,顾其,你好得很。 签就签,我倒要看看,离开了我和浩海集团, 你能过上什么好日子到时候流落街头可别求我复合。 灵度看柳如烟签完字后,眉眼舒展, 大概是幻想自己马上就要成为上市集团的男主人了。 合同仪式两份,我接过自己的那份, 你放心,饿死的不可能是我我转身去打了通电话就把合同交给了亲眼。 下一秒,柳如烟的手机响了起来, 她接起,眉心猛地猝起来,不可能。 你再说一遍,什么崩盘了? 柳如烟吓得嘴唇苍白,欲言又止, 灵度伸手揽着她的肩膀, 轻声问她发生了什么。 她把手机递给她,抬头恶狠狠地看着我,声音凉薄, 顾奇,是不是你刚刚找人操控股市,导致浩海的股价崩盘? 你知不知道这会让我十年的努力毁于一旦? 她十年的努力。 柳如烟说出这句话时不觉得可笑吗? 我正想开口,旁边的灵度突然将手机还给柳如烟, 还轻易地摸了摸她的头发。 温柔道,我在国外有个朋友操盘这些很厉害, 我刚给她发完消息,她就去看了, 相信很快就能稳定下来柳如烟的表情顿时转位为喜。 灵度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你,不像某人, 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我们走。 以后有她哭的时候,柳如烟拉着灵度的手就走了, 丝毫没管身后的我。 站在一旁的青燕看着我,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用了十年送她上金字塔顶端, 离婚什么都不要,真的不会后悔吗? 我知道你喜欢柳如烟, 但是顾琪,你能不能对自己好一点, 我冲着她笑了笑,说了句没事。 我有人脉有资源,钱也有一点, 柳如烟离开了我,她才会变得一无所有。 到晚回去后我就联系了所有甲方。 三十开头的年纪正是创业的好时候, 我打算为自己拼搏一次。 我是个行动派,说做就做, 连夜就出了个新方案递给他们。 当即就约我想要谈谈合作的细节。 交谈的过程中一位甲方负责人告诉我, 我离开后, 所有的项目跟进完全乱成了一锅粥。 很多地方都出了纰漏, 零度拆东墙补西墙已经叫停了两个项目, 初步估计, 浩海已经损失了两千万左右。 这些事情还是零度的一票决定权, 柳如烟好像还不知道。 她说这些话时我只当做笑话听一听, 毕竟我已经离开了浩海集团, 她现在所有的一切都与我无关。 就算倒闭了, 也是柳如烟自作自受, 项目初步敲定后我又开始联系我的老部下。 那些人都是我开创公司时一直跟着我的, 算是心腹。 我们从天黑聊到天亮, 就在他们说出, 启哥, 我们相信你这几个字时, 我热泪盈眶。 兄弟之间的感情有时候远比爱情还要真挚。 你们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 我又回到刚开始创业时的干劲, 跑业务, 拉项目。 再次见到柳如烟是在一场商业聚会上。 我刚走到门口, 就碰到柳如烟挽着零度的手朝入口走过来。 我正准备走, 柳如烟从身后喊住我, 顾琪, 没想到在这种宴会上能看到你的身影, 离开了我, 这么快就找到下一任富婆了。 在柳如烟的眼里, 我就是一个靠着女人过日子的窝囊废, 她一直都否定我的努力。 你以为我和你一样急不可耐? 顾琪, 你什么意思? 她大吼了声, 旁边来往的人很多。 目光纷纷朝这边汇聚, 零度健壮, 安慰她, 刘总, 这里我来解决。 你没必要为了这种人浪费时间柳如烟看了眼周围, 提起裙摆就离开了。 她一走, 零度立刻就变了一副嘴脸, 神色严厉, 顾琪, 我警告你, 刘总现在是我的人。 就算你在她面前晃在多次, 她也不可能和你在一起。 你们已经离婚了, 她说着, 满脸骄傲, 凑到我耳边又说了句, 你还别说, 刘总在床上的腰肢是真的软, 我得谢谢你, 把她调教得这么回伺候人, 若是以前我听到这句话肯定会气得发疯, 但现在我已经不在乎了。 零度的这些话自然刺激不到我。 我听吧, 眉峰轻动, 嘴角样起弧度, 雨调散漫, 吃人吐过的骨头, 也就狗才会这么兴奋, 零度缓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顾琪, 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骂我。 我这人最听不得狗叫, 今天来这边有证事, 懒得在她身上浪费时间。 抬脚就往宴会现场走, 拿出邀请函时, 零度整个人愣在原地。 今天的商会非邀请函不能进入。 柳如烟早就先她一步进入会场, 她只能被保安拦在门外, 我回过头看着她吃别的样子, 心情不由得大好。 进去之后, 我便找到王总开始谈项目合作, 因为之前合作过很多次, 我们聊得十分投机。 刚聊完就看见柳如烟, 她旁边站着零度, 估计是在外面打电话让柳如烟亲自接她进来的。 一见我, 柳如烟就开始讽刺, 哟, 我刚刚看你和王总聊。 离开我, 这些大人物怎么可能拿正眼瞧你? 我知道, 她说话夹枪带棒的, 是为了给零度出气。 顾其, 看在网日的情面上, 只要你肯求我, 我也不是不愿意施舍你一点钱, 我刚刚是在和王总聊合作, 就你那点钱, 留着给自己的公司收拾吧, 我刚说完。 柳如烟像是听到 天大的笑话, 就你这贫困潦倒的模样, 拿什么和王总谈合作? 王总认识你吗? 灵度也笑了起来, 跟在他身后附和, 顾其, 就算你想在刘总面前证明自己, 也不用撒这么大的谎吧, 要知道, 王总今天就在现场, 只要刘总过去随便聊两句, 你就会露出马脚。 我盯着两人丑恶的嘴脸, 似乎不讽刺我, 他们就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了。 这种人渣, 我向来只会用事事说话, 等到项目立案, 我看柳如烟还能不能笑出来, 顾其, 灵度说得对, 别在我面前装模作样, 你配我费尽心思地说谎吗? 柳如烟气得面目猙獰, 顾其,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 不落泪,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自己是怎么被大脸的。 柳如烟说着, 端着红酒杯, 笑着走到王总面前, 王总, 上次我们合作的项目, 算算时间已经快到收尾阶段了, 王总有时间我们一起去视察视察。 视察? 上哪门子的视察? 你难道不知道项目已经停了吗? 后期监工简直差到极致, 害我白白投了那么多钱, 我看我们以后还是别合作了听完王总说的话, 柳如烟整个人愣在原地。 怎么? 怎么会这样? 停了这么久, 你身为执行总裁都不知道? 他当然不知道了, 以前公司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我来管。 柳如烟吃吃喝喝, 一问三不知, 现如今怕是已经让零度掌权了。 王总脸色顿时变了, 自己无能, 底下的人更无能, 能把公司做上市, 真是撞了贵人王总说完刚准备走, 一眼看到柳如烟身后的我, 立刻变脸。 小顾啊, 你刚也走得太急了, 我有一老哥们对你的项目也很感兴趣, 刚刚非要缠着我介绍, 要不我们去聊聊。 我笑着说了声好, 转身看了眼柳如烟, 此时的他眼眶通红, 死死咬着苍白的嘴唇。 我知道, 此刻他, 一定气疯了。 和王总谈完项目后, 我就从房间出来了, 此时的柳如烟还站在原地。 一见到我, 他立刻跑过来, 扬起手正准备给我一巴掌, 好在我眼睛手快躲开了。 柳如烟, 大听广众之下发什么疯? 我发疯, 要不是因为你带走了公司里的老人, 我的项目怎么可能会被停滞? 我刚想开口, 明明是零度导致项目停滞, 还没来得及, 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柳如烟瞪了我一眼, 才被过身接起手机。 柳总不好了, 我们公司的股市全部崩了, 很多公司都撤资了。 什么? 柳如烟握着手机的手不停地发抖, 怎么会这样? 项目资金空缺, 我们财务十分紧张, 公司的钱呢? 账户上那么多, 怎么可能说没就没? 最近您让小林总转出太多, 能挪动的现金已经不多了。 几句话, 柳如烟犹如晴天霹雳, 我什么时候让零度挪用? 话说到一半, 他突然顿住了, 抬头看向旁边的男人, 泪眼朦胧, 是你, 是你毁了我的项目和公司。 零度我对你那么好,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零度眼看情况不对, 大概是知道自己的事情暴露了, 打死都不承认, 一直声称自己听不懂柳如烟说什么。 如烟, 你先冷静冷静, 有什么事情我们回去说, 别在这里闹得难看, 我苦心经营的公司就要被你害倒闭了, 我怎么冷静? 你为什么要以我的名义挪用公款? 零度在大庭广众之下被逼问挪用公款, 颜面扫地, 当即就暴躁地冲柳如烟吼了出来, 这怎么叫挪动公款? 难道不是你在床上说你的钱就是我钱? 我用自己的钱难道有什么不对两人僵持不下? 我很久都没看到这样一副狗咬狗的场面了, 零度, 反正现在钱你也给我了, 我也懒得再配你演戏, 好聚好散吧眼看零度想跑, 我一脚直接踢在她的小腿, 她疼得跪在地上, 扭头看向我, 怒斥, 兴顾的,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柳如烟也诧异地看着我, 你先别急着跑, 我已经把你挪用公款的所有流水发给警察了, 很快, 就会有人来带你走, 一听到警察会带他走, 零度整个人都慌了, 你怎么可能会有我掉的流水? 问出这样的问题, 我只觉得他脑子纯得可笑, 你当真以为我这十年在浩海是白呆的? 当初我找到几个老部下聊天时, 他们也顺口提了句, 零度的动作很大, 刚上任就裁了不少老人, 一直在往各个部门塞自己的人, 当时我就觉得奇怪, 趁他还没来得及接管财物, 我就让人留意了, 没想到他还真敢慕张胆地将钱转走, 利用浩海的钱会去国外 救他自己濒临垂危的小破公司, 虽然我看不惯柳如烟, 但零度我也不会放过, 这么好的机会能将他送进去, 我当然要守株待兔, 零度最后被警察带走了, 柳如烟和我都被带回去做了笔录, 警察说钱已经会到海外, 大概率是要不回来了, 浩海集团一夕之间摇摇欲坠, 濒临破残边缘, 柳如烟听到这个消息, 两眼一黑, 直接在倒在警局外, 出于人道主义, 我把柳如烟送去了医院, 他醒来时眼神空洞, 猛地掀开被子, 点起脚尖抱着我, 顾琪, 我什么都没有了, 十年的努力, 都没了, 我推开他, 神色冰冷, 你说错了, 是我十年的努力, 我都没哭, 你哭什么, 柳如烟身子一顿, 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 对不起, 我不该因为零度和你赌气, 顾琪, 我错了, 我现在什么都没了, 我只有你, 你不会离开我的, 对不对, 他仰头, 用楚楚可怜的眼神看着我, 换做以前看到他这副模样, 肯定会心软得一塌糊涂, 但现在我的内心毫无波澜, 柳如烟,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们之间在离婚的那刻, 就已经什么都不剩, 不, 我们还有爱, 如果没有爱, 你怎么可能在离婚之后, 还那么密切地关注我和公司, 顾琪, 你是爱我的, 我们复婚吧, 我们重新开始, 你不是和王总谈了新项目吗, 我们肯定可以重新开始, 我听着柳如烟的话, 觉得十分可笑, 他的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 零度榨干了他, 他想榨干我, 我之所以关注公司, 是因为我想制裁零度, 柳如烟, 我再纠正你一句, 是我重新开始, 不是我们我转身准备离开, 柳如烟瘟倒在地, 双手死死抱住我的大腿, 难道我们曾经在校园里的那些美好时光, 你都忘了吗, 顾琪, 我不过是一时被零度蒙骗, 我是爱过你的, 说到校园时期, 我冷眼腻着地上的他, 冷若寒霜, 你确定是美好时光, 而不是欺骗, 柳如烟, 在你昏迷的时候我去见了零度, 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看他神色惊恐, 我就知道零度说的都是真的, 我和柳如烟的相遇根本不是意外, 而是他蓄意为之, 当初柳如烟喜欢零度, 而零度喜欢的是向我表白的那个女孩, 柳如烟气不过, 非要证明自己比那个女孩强, 所以和零度打赌, 在三个月之内让我喜欢上他, 就连当初他为我说话, 也是因为看到我站在门外故意说给我听的, 为的就是和我拉近距离, 后来我真的喜欢上他了, 他也知道我要向他表白, 转身就和零度在一起, 因为他们俩之间的赌局, 他赢了, 零度就会给他一个站在他身边的机会, 柳如烟, 从始至终你都虚伪至极, 柳如烟听我说完早已哭成了泪人, 他张了张口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毕竟他骗我是不争的事实, 对了, 公司倒闭还欠下不少债务, 你不是喜欢钱吗, 余生你就慢慢还吧, 说完,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病房, 任凭他怎么在病房里哭喊我都没有回头, 像柳如烟这样的人, 不值得同情, 还没出医院, 突然砰的一声, 楼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坠落, 我抬头还没缓过神, 一个尸体出现在我面前, 脑袋一片心红, 血肉模糊, 我一眼认出是柳如烟, 他手上还握着手机, 我猜想可能是那些讨债的来逼他还钱, 但这些都已经和我无关, 我淡然地看了眼血肉模糊的尸体, 大步向前, 这一次, 我永远都不会回头, 全文完,